传说中的076两栖登陆舰看起来好像是重复建设 但实际上却是解放军真正转型的重要装备 大家好,我是石涛 在后台一直有观众跟我探讨一个问题 那就是解放军已经大批量建造了075星两栖登陆舰 并且这款登陆舰在性能成本以及相关的一些运作条件上 是非常平衡非常优秀的一款战舰 那么为什么解放军却要马上去建造076这一款两栖登陆舰呢 那么其实说从我们军迷的角度来看 076其实代表着解放军在某些思路上有进一步的变化 那么这是与解放军目前要服务的国家利益 国家战略国家需求是相符合的 那么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 咱们批量的建造075两栖登陆舰 其实着眼点主要还是要解决台湾问题 那么未来一旦解放台湾的战斗打响 075型两栖登陆舰大概率要从相对设防更加薄弱的台岛东部地区 进行垂直以及两栖的这个登陆作战 那么这样的一种打法呢 可以起到瓦解台军堆砌在台岛西部重兵的这种奇效 也能够牵制台军本身就有限的兵力进行这个分散的部署 那么对我们在西部及东部两侧进行登陆作战 能够执行我们的作战目标是有更好的帮助的效果 那么相比之下 076传说中的076 其实是一款更加特殊的这么一款两栖战舰 或者说世界上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另一款能与076相匹敌的这么一款两栖战舰的概念 从目前所得知的076的特点上看 最引人注目的是 076可能装备两条长度约40米的电磁弹射器 那么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两栖战舰中都从未有过 可以说076如果真的如目前网友们推测的建成 那么将会是一款划时代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两栖战舰 那么原因也很简单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 两栖战舰搭载固定翼的战机 可以在两栖登陆作战的时候进行相关的火力的支援 但是大家也知道 像F-35这样大小的友人战斗机 不但运作保养维护使用的成本相对较高 而且由于人的存在 使得这样一款飞机它就坐不小 它的体积就相对庞大 另外就是F-35B作为一款垂直起降战斗机 它的最大的难点 对于中国军工来说 现在目前最大的难点 就是那一台能够带动生力风扇的F-135发动机 但是我们的作战需求在眼前 那么中国军工人独辟蹊径的采用了电磁弹射器来弹射无人机的做法 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那么有网友就会说 那中国有这么多的巡航导弹和远程火箭弹 对地的打击难道就不能够用这一些弹药来解决吗 我们说这些弹药它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火力支援作用 但是这些弹药它都是一次性消耗的产品 从俄乌冲突我们就能看出啊 这一些一次性消耗的产品 如果要在战争中发挥足够的作用 那必须要有非常庞大的数量 而这样的一个大的数量 在成本上其实并不划算 那么从这点上我们就能看出 在076两栖舰上弹射起飞的隐身无人机 实际上起到的就是一种可回收使用的隐身巡航导弹的作用 那么这个思路呢 和目前马斯克打火箭的思路是一样的 可以大大的降低投掷同样战斗部的使用成本 那么这样一说呢 恐怕网友们就明白了 076这一款划时代的两栖战舰 实际上主我眼的是更加强大的远程火力输出 那么这样的战舰确实在世界的两栖战舰历史上 那都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这可能也标志着解放军海军 从防御的一个状态 要转向积极的一个进攻的姿态 要发挥出我们这一些战舰的最大威力了 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提出您的意见 也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